台北地监署日前起诉刘姓保姆姐妹涉嫌联手虐死一岁男童凯开之后 另外呢案发侦办呢这个负责督导的儿福联盟陈姓女社工前往访试的时候就发现了凯开受伤 但是呢没有依照规定进一步的确认凯开的身心状况 而凯开呢三个月之后送医不治 陈姓女社工呢还跟保姆一起扯谎 说呢是因为凯开顽皮跌倒淹奶 事后呢在造假部分访试的报告 检察官在27号依照了过失致死 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了陈姓女社工 这是目前最新的讯息 不过我们另外还来看到在南投草屯呢 有多一个亲子共荣公园 有高达三层楼高的溜滑梯 攀爬网还有吊床等设施 但是呢还没有完成验收 就已经有孩子冲进去玩了 旁边的家长的看到也没有制止 我们就来看目前的最新情况 请记者彭于飞来告诉我们 好的主播在南投草屯这处共荣公园 目前设施都还没验收完成 但已经有孩子迫不及待 在三层楼高的溜滑梯爬上爬下 到处乱窜 一旁的家长看到也不制止 这一幕都被民众拍下 直说设施的安全性都还没确定 这样玩了超危险 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而这处亲子共荣公园斥资 五千万打造 除了滑梯还有各式多元的邮剧 提供孩子玩乐 但目前的施工进度都还没完成 验收的阶段也都还在进行当中 县府表示要等到九月下旬 才有可能开放起用 民众这样擅长入内游玩 很有可能发生危险意外 台北市有个男子 25号到了知名手摇店 买了一杯芝麻冻饮料 但没想到喝到脆脆的蟑螂 打开杯子还看到很多的小蟑螂 对此手摇饮店最新的声明提到 出现了食案的问题的分店 将停业到周五8月30号 也会全权的负责 受害顾客的医疗费用交通费 如果有精神赔偿的需求 也会负责 并且同步请全台门市安排消毒的工作 另外在8月25号到 秦光店购买的所有饮品 可以凭消费发票或者是载具的证明 来进行全额的退费 另外香喷喷的肉跟面 让人看得口水直流 但是在宜兰却发生了 买完了肉跟面之后 回到车上塑胶带居然破掉了 这个汤汁流的到处车上都是 而在网路上留下了一新的评价之后 店家竟然回复说要提刑事告诉 当事人都吓傻了 一对夫妻到宜兰知名肉跟店消费 事后老婆在网路上留下评论 说当天外带肉跟时 提到车上才发现袋子破掉 在车内流的到处都是 回店家反应 却反遭恶劣态度回应 店家看到竟留言要对负贫客人 提告刑事商与毁谤 经过老板说明 案情大反转 监视器画面曝光 顾客当时从前面副驾驶坐上车 汤流一地的照片却是后座 老板认为是顾客往后挂肉跟时 头枕挂勾破塑胶带 这不应该赖在店家头上 常客也纷纷为老板包不平 说从来没有遇过这种状况 老板坦诚当时 一时在气头上才说出要提告 但经过几天冷静后 还是决定和气身材 说不会提告 双方握手言和 记者林医生宜兰采访报导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trong这期节目的预別 局预 Vaccine